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手機遊戲就是 《煙雨江湖》 這遊戲不得了 他們這次的遊戲是找了一個超出名的母子 遠唱人 大家可能就不聽名字 不知道是誰 但你有看過功夫 一定會見過他 沒錯 就是這個 這遊戲是每次找到他來賣廣告 我是不是可以哄自己 我在跟他拍同一個廣告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記得 一定要去官方的頁面去看 太興奮了 先說一下遊戲 這遊戲是一個比較復古的RPG武俠遊戲 現在我們有一天去遊戲畫面 首先創了一個Fix 現在就 要看看我的初始能力 我出生在哪一個世家 是影響了我的能力的 我要 我要鼻力 天生統武有力 骨骼精奇 然後就閉門雜武 我父親 傳授我家傳武藝 經常都會說他年輕時 阿叔我當年 我會說他年輕時的江湖奇聞 絕世武功好像... 真的行俠仗義好一點 還義氣 現在主線 我自己打了一點點 我就要把封信給我張元青 好了 近來都會看到他收完封信之後 這件事還沒完 他嫌棄別人 簡單來說是想氣氛 你想我幫你做事很簡單 報酬是多少 你不開心點什麼 神經病 做事不用錢嗎 請人不用錢 現在先找一輛馬車 喂 馬車有麻煩 我要找一輛馬車 我沒理由走路 那你們真是死人 我其實都是升了一些初階的東西 我自己最主要是升輕功 順利拿到這份禮物之後 就拿給阿張元青 嘩 他又怎樣我幫忙做的 他只是給了一個浴介 我當我是阿四 不過不要緊 有錢啊 容易辦事的 OK的 OK的我做 我做 現在就麻煩了 我給完封信他 人家就生氣了 啊 那可以怎樣呢 但其實很尷尬 我現在是幫他做醜人 他叫我給一個退分書人 那我說真的要幫他受氣 他為什麼不自己給呢 他叫我過來給我 叫我過來受氣 你看他現在生氣了 對面 嘩 阿張元青真的是 有些狗 有些狗 那剛才搞了一段時間 那張元青那邊也很生氣 然後另外一個幫派那邊也很生氣 那但是呢 就發現了原來那個幫派呢 就內部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那所以現在呢 最好我還是去找張元青的女兒 然後呢 就送回他那裡 咦 我覺得問他幫派的東西 嘩 我想要啊 我想要介紹啊 我覺得凌月公這個名字很棒 他就是收女子的 他以劍法和拳法為主 OK 劍舞對 我先看看他其他介紹 我想看看他太月教是怎樣 太月教也是拳和劍為主 我現在看看馬車可不可以直接去寧月公那頭 Nani 碰土? 啊不是 劇情你 劇情你 劇情需要 我又被迫著要幫啊 剛才因為我選角的時候 我選了恆合像意 所以我又不斷幫人做免費勞工 我這個是真點打手 喔 他有幫助被人找到 喔 所以完全是劇情來的 女兒要人救 對 對 他爸爸一定不會救的 那怎麼辦 蛤? 蛤? 等兩位合 蛤? 等兩位合時好消息 嘩你一個球推給我 我這樣也有的 我這次我當幫人幫到底 我這裡人都比你 怎麼會怕你 傻豬來的 對 簡單 開鎖 原來我覺得鎮水 終於選鎮水 咦? 旁邊有個兜是什麼 先開啟 大家趁他現在約去醫院羹散 我現在就來妖工了 嘩但他的... 他的手腕弟子有點雅定 他是不是要什麼 我是不是要給他什麼 我如果給他一些秘籍 對嗎? 他不需要這些 又不要? 嘩你什麼都不要 那我沒辦法了 我唯有打你 你逼我 但慘了 我現在很坦批 如果我打完他之後 他會不會整個幫派都不喜歡我呢? 好害怕喔 喂 還有我打不打得過 人家好打得都是一個弟子 我是一個初入江湖的女子 但人家集武多年 好像打得過 打得過 打得過 初入江湖的人 是打得贏他的弟子 難怪你是在康門口 但打贏完他那怎麼辦? 很徬徨喔 可以進去的嗎? 原來是可以硬闖的 哦 原來還可以拜師的 喂我先拜入 好有誠意啊 我以後叫月子 喂這個名 月子 喂 月子這個名不太太 不過不要緊 去拜師先 拜完師會有什麼 我可以傳授武藝的 是他傳授給我的 是他傳授給我的 我要學他到寧月劍法 大家剛才學的這個寧月劍法 可以在這裡升 這個寧月劍法 最高可以到五重 順便設一設我這個角色的點數 它分開有四個部分可以給你升 不同部分就是代表著不同的能力 可能是功速 或者是你的血 或者是你輕功的修煉 它有很多東西 除了剛才的東西可以升之外 它還有經脈可以升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不是有什麼三手陰經 三手陽經 我們其實就是可以升這些 我們就可以通脈衝月 這個就是手和腳都可以升 我現在就先升了我的手 剛才就升完一輪的技能 然後也救回我的人 現在我們就要攻打他的幫牌 因為他的幫牌 中出了一名半徒 所以現在我就要去幫拖 我這個真的免費勞工 大家剛才升技的決定 真的做得很好 你看現在打得舒服 超痛的 585 打完一輪 現在我就回去領攻 本來想送幾千兩 太過俗氣 設計者不會答應? 不是啊!不足啊! 喂!不足啊!不足啊! 你可以送錢給我的 喂! 你可以送錢給我的 不足啊!我嫌不足啊! 不用啊!你送錢OK的 你還想我幫你的手溝女 我跟我說 我幫你就幫到這裡了 溝女的事你自己搞定 現在呢 就周圍走一下 我這條新村 去家裡跟人聊天 先看一下 面堂花黑 喔!原來是他 他面堂花黑 喂! 他...好虛喔! 我打算進來找你聊天 又要幫你了 OK!他有家屋是風水不好的 一百元前來叫我請人 下來這條村裡 幫你看風水 OK! 我怎麼可以幫你哄念 這傢伙下來看風水啊! 動之以情的 我沒有說過 分析激處好嗎? 免費宣傳 心動啊! 心動就不如行動吧! 叔叔 不要忍啊! 下去幫人看房子吧! 蔡半仙也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剛才因為他就跟我說要弄石錦丹 所以我現在就去找個老道士 但是弄石錦丹呢 就有一塊特殊的石 那我現在呢 就去採一塊特別的石 幸好他在土耳的地區 現在呢就去找這個 木匠 去弄一塊石錦丹 出來啦 他的木材消耗很快 他免費幫我弄 但是他要找木材 木材我大包 我應該可以馬上給他吧! 一開始我在森林裡找了很久 好啦! 這麼大人一輪呢 這個 弄好了 那天我再這樣下去 沒有夠好分 真的不行 我明明失眠真的很慘 為什麼會有兩個石錦丹 因為我爸爸太有空了 好啦! 那剛才呢 我就幫我蘇生解決了他的失眠問題 那這隻遊戲除了主線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支線 可以讓大家慢慢去發掘 那大家玩的時候 就記得不要只沖主線 記得留意一下 附近你身邊的人 到底有什麼故事等著你去探索 那這次的影片都來到這裡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這條影片就記得 分享給大家一些 影片在進步 留言 分享給大家 影片 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